貿易戰是美國發起的 是美國逼其他盟友國家更加靠近中國 美國不單止對中國的貨品開始加進情貨值的關稅 其實他對歐洲和其他不同的西方盟友 他都開始做同類型的動作 大家都很反感 其實他是反全球經濟日替法的動作 因為大家說全球經濟日替法 是一直將關稅減低的 你看到其實在十幾年前 美國亦都逼中國加入WTO 但是經過了十幾年 反而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形式 美國就變成了一個老大哥的貿易領導形式的地位 這個可能就是他們心裏最害怕的 短期中國的損失可能會大 但是長期對於中國是有利的 其他國家都受到情貨性關稅的影響 可能它會轉移將市場投資更多在大陸發展 而如果中國模式的貿易結構是可以逐漸形成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不單是一帶一路聯繫國家 甚至是歐美包括美國的盟友 他都可能跟著中國模式的貿易方式 從而可能孤立了一個美國方式的貿易體系 可能實以對美國的傷害是很難的